就在上周,美国公布了6月份的通货膨胀率即CPI指数 同比大涨9.1%,直接令所有美国人瞠目结舌 这个远高于市场预期的数据,创下了自1981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这个CPI指数一般会反映出能源、食品、出行等日常生活成本 但是殊不知,教育领域的价格上调更加令人苦不堪言 最近美国高校纷纷向学生发出了2022年秋季学期的账单 大家收到后直接傻眼,少则大几百,多则大几千的涨幅 让大家的求学成本直线上升 自2019年疫情以来,经济形势受到不小的打击 美国各大高校作为一片净土,纷纷选择冻结学费的涨幅 让原本逐年略微攀升的学费直接定在原地不动 这其实给很多本就不宽裕的家庭带来了不小的帮助 但随着疫情在美国的常态化 所有经济运作逐步恢复 大家的生产生活再次回到正常水平以后 保持了两年的学费终于要决低了 并且当大家拿到新学年的赚单后 猛然发现前两年没有上涨的学费全部加到了这一次 根据US News的统计 很多学校的涨幅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涨价后学费的大致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几所学费超过6万美金一年的奢侈高校 排在首位的就是深受中国留学生喜爱的哥伦比亚大学 根据学校官网的消息 各大学费直接上涨了3.4% 直逼60,514一年 这仅仅是学费 加上时速的总开销 学校给出的预计为81680美元 要知道 哥大地处纽约曼哈顿地区开销极大 所以学校仅仅给出2万美金一年的实俗费 根据小编的经验恐怕是远远不够 所以恐怕以后来哥大上学的纯字费学生 每年的开销要直逼10万美元大关了 这对于很多家庭来说 恐怕都是一笔庞大的开支 排名紧随高大之后的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 也分别以62250美元和61179美元紧随其后 看来以后阻止大家上名校的 除了GPA以外 还有这高昂的学费 在6万美元俱乐部中 有一所学校的长服被媒体调侃到堪比房价 那就是目前全美排名第19位的圣母大学 这所坐落在美国印第安那州 小城密歇根湖畔的顶级私立高校 涨起下来可是一点也不含糊 在过去10年中 学费直接飙升40% 高达60301美金 看来在高通胀的当下 圣母大学也很难保有一颗圣母之心样 除了以上这些较为昂贵的大学之外 其实很多美国高校的学费 基本都在4万到6万美元这个区间内 这其中也不发一些世界顶级的名校 比如普林斯顿大学 麻省理工大学 学费都在5万7千美元左右 而哈佛大学更是才5万2千美元 同样是排名前10的私立高校 这几所的价格可能就相对令人舒服一些 除了私立 还有很多公立知名学府 更是在4万多的价位 比如所有UC系列的学校 不管是加州大学洛杉纪分校 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价格均为统一的4万4千美元 这些学校排名也非常具有竞争力 同时教育资源也堪比各大顶级私立 这么一算下来 性价比绝对感人 再比如一些排名靠前 且深受中国留学生喜爱的 大公立院校 价格也在这个区间 比如密歇根大学 区埃纳宝分校学费5万3 这在公立中基本都属于天花板级别了 还有另外一所被誉为公立长青 等的弗吉尼亚大学 学费上涨4.7%之后 达到了5万美元一年 虽然涨幅不小 但幸亏曾经的基数没有太高 所以纵观这些4到6区间的高校列表 其中不乏颇具历史的顶级私立 也有不少名声在外的大牌公立 可能这部分学校是多数留学生 乃至本土学生的选择吧 最后我们就来看几所 全名涨价背景下的性价比之王 这些学校排名不低 学费却很低 并且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也都相当不错 可以说是走出巷门工作后 很快就能收回教育成本的那些良心院校 首先就是佛罗里达大学 这所目前全美排名28的高等学府 每年的学费竟然只有28000美元 纵观全美排名前50的院校 它是唯二两所能够以二大头来交学费的 接下来同为排名28的北海大学教堂山分校 在如此高通胀的环境下 仅仅涨价1.8% 维持着37000多美金的低学费 再比如乔治亚理工学院 这所以理工科出名的院校 虽然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 学费暴涨10% 但涨价后竟然也只有39000美金 可见人家曾经的学费有多么的低 最后我们看另外一所学费二大头的高校 乔治亚大学排名48 得利于州政府的大力补贴 乔治亚大学的学费 也保持着28000的超低水平 对于众多大学生乃至所有留学生来讲 学费仅仅是开销的一部分 还有另外一个大头就是房租 令人悲伤的是 美国最近房租的涨幅比例 恐怕要远远超过的学费 就拿美东大城市迈阿密来说 过去一年房租的涨幅高达50% 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地方 但美国最大的房屋租卖交易网站 realtor的数据显示 美国近50个大城市的租金中位数 平均上升了20%左右 而上面提到的很多高校 都在这50个城市之中 这就相当于给前去求学的大学生们 带来了双重暴击 现在大家纷纷调侃 来美国留学 每年至少要准备个七八万美金 不然恐怕很难生存下去 优质的教育已是美国引以为傲的资本 但现如今 面对着令人望而却步的学费 这个让美国一直领导全球的优势 还将如何保持下去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